杭州的李先生反映 14号晚上他开车回家 小区的保安不让他进 他按了喇叭 结果飞来了一块石头 杭州华丰路上 有个峻峰绿园小区 李先生是这里的业主 他说 小区内的地面停车位 先到先得 两小时以内不收费 超过两小时 24小时以内 收费4块钱 14号晚上11点 然后我车子开到 这个小区门口的时候 这个保安不让我进 他说车位满了 我说可以 我车子先停到这个位置上 我自己人先走进去 找一下有没有车位 他连我人都不让我进去 他是说车不能停这儿吗 还是怎么样 当时是 因为都在冲动之下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这个车子你不要往这里停 李先生说 他当时想先把车停在小区 进出口保安亭的前面 他进去找找 还有没有可以停车的地方 但保安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去 他一生气就按了喇叭 我车子停在这里 我人就走进去 结果他拉着我 人就不要 人不让我进去 我也没办法 我坐在车里只有亲喇叭了 因为凌晨11点多 可能就是影响别人休息了 也是事实 不知道从哪里飞下一块石头 这个全景天窗给砸破了 但是那么晚了 按这个喇叭确实对人是有影响的 这个确确实实是我的错误 但是冲动之下 但是他这个 我亲喇叭他是有个前提的 他的前提是物业他没有管理好 他不让我进去 汽车的天窗维修 花了1500块钱 李先生说 这件事是他做的欠妥 维修的费用他自己承担 事发后他也报了警 等警察来了 他才进入小区 但他说 那时候小区里是有车位的 因为他这个车子呢 是大门口 他是没有输入过电脑 所以他都要 都要大门口登记的 他是当时不登记啊 你是当时不肯登记吗 登记了 去年都登记了 登记了 那你应该是 你的策畅可能被拉黑名单了 因为你多次的啊 停草坪 就是停在草坪上 嗯 就是打消贩通道啊 这种都是 就因为里面没有了 他可能晚了回来 没地方停了 所以他经常就乱停 所以后面可能就 拉黑名单了 所以大门口就打不开的 所以你要进来 就大门口把那登记 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去年9月份 小区道闸改造 小区内的车子都录入到电脑系统 进出时 到达会自动开启 发现有些业主乱停车后 就会把相关车辆列入黑名单 之后进入小区 就需要在保安处登记一下 李先生表示乱停车的主要原因 也是物业管理的有问题 停车是不是难 是管理是根本就没有管理的 全部是外来车辆 我们自己的房子 自己买的车 我们自己在原住民 原居民 竟然天天晚上回来 没地方停车 都是小区住在小区里面的人的车子 住在我们这里的 常住的 那他就拿上他的证件 就到电脑里面 你这车牌输进去 那你就可以大门口就可以进出的 就是你是住在这里面的 但是你临时车辆 你外来车辆 就是你反客 亲朋好友来 你总要让他进的 对不对 就在登记 就大门口保安的登记 但是现在说实话 现在一户人家 一个车是最少的 就每户 基本上一户人家 一个车子是有的 对不对 最少的 我们东西去2000户人家 至少2000辆车子 地面才几百个车 就画着才几百个车 肯定是车位是不够的 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电脑里 陆入的小区车辆 已经远超出现有的停车位 对于这个问题 物业也在想办法解决 但还需要一些时间 有报 黄剑 期视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